哈喽大家好,我是越南人奴士瑞 今天是个周末了,然后呢,我起来比较早一点 现在呢是八点早上 然后呢我刚刚吃完早餐了 现在呢准备做了一个道菜,可能在中国是没有了 这个呢是泰国茄子,不知道汉尾是怎样叫布 但是我在谷歌甲呢是这样的名字的 它是和那个茄子一种的 可能在中国大家是叫茄子吧,茄子吧 是那种白色,但是那种小小的,不是那种大的 是小小这样的,把它洗干净 然后呢,就和茄子三天 过三天后呢,它就变成了酸酸了,就可以吃了 在越南我们就着急喜欢吃这个道菜 在中国的话,我听说很多人说是 女人在中国不怎么喜欢吃饭的 在我们越南,大部分的女生呢 都是还是比较喜欢吃饭的 不管是城市还是在农村 现在已经是八点了,但是我男朋友还没有给我打电话 昨天突然莫名其妙和我生气 然后呢,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说晚安 早上起来也没有给我发信息的 我要给她打一下电话 喂 妈 现在讲起来啊? 嗯 嗯 我还以为你生气了 怎么会呢? 那昨天你小莫不发信息给我 昨天中八点以后就不聊天了 平时不是十一十二点还在聊天吗? 我生气了 我生气了 还是真的生气啊? 你以为啊 我也没干嘛啊 那个本来就是明明是你问我才说的 还后面还要怪我 真是小气 你是小气鬼 一点都不大方 不大方太多了 那大方太多了 就不知是大方呢? 累了 哦 那想停下呢? 我在拍视频呢 我刚刚说你真的是生气了 然后呢,给你打一下电话 问你是不是生气了 然后你回答 还是真的生气 不要剪进去了啊 我已经拍了 当然我要剪进去了 不然大家以为你一直对我特别的好呢? 还是经常生气吗? 我哪里经常生气嘛 你今天要做什么? 我现在在做那个 这个 茄子 叫泰国茄子吧 做早餐吃吗? 不是 是烟茄子 但是这个 泡菜啊? 对 像泡菜一样 你最近有做那个泡菜吃吗? 最近没有做泡菜吃了 因为现在是夏天嘛 泡菜做比较辣 所以呢 就 吃的话就很热嘛 所以呢 我就不做了 我第一次吃那个泡菜的时候 感觉脑袋都要炸了 感觉天啊 怎么会有这么味道 这么刺激 这么强烈 这个是韩国的泡菜 也不是我们日南的 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呀 你们越南泡菜是什么样子? 没做过给你吃 你也没吃过吧 啊 你吃过很多事了 平时呢 都是我弄那个排骨 然后呢 买那个酸菜 放进去给你 和你们中国一样 一模一样 我还记得有一次你回家买那个 泡那个大蒜 哦 大蒜 记得了 你挂电话吧 去哪里就去哪里吧 好 来 好了 现在我们去开水 就放了一勺糖 3勺糖 3勺糖 然后等一下拿这个水 去和结晶 煎 已经煎好结晶了 过了三到五天就可以吃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帮我点赞和转发视频 谢谢 拜拜